常年期十九周二单数年 生命纪第三十一章第一到八节 马斗福音第十八章第一到十四节 小德兰福传之友曾庆岛神父读经反省 2023年8月15日 读今天的读经已会有一些伤感 梅瑟是以色列人的英雄 他被天主召叫 把犹太人从法郎的奴役之下解救出来 奇迹性地过红海 并且在西乃山代表以色列人与天主立约 忍受了以色列人忘恩负义的反抗 还为他们向天主求情 现在他却来日无多 知道他将没有带领以色列人 进入福地的荣耀和喜乐 这荣耀和喜乐会留给若苏厄 梅瑟真的需要一个极大的谦卑 来接受这个天主的安排 这个安排很难理解啊 跟我们自己想要的很不同 像一个小孩子很难理解父母的安排一样 梅瑟确实像今天福音里面所说的小孩子一样 谦卑柔顺 他知道自己只是天主的仆人 做天主要他做的事 名誉地位都不是他所追求的 圣经里天主说梅瑟是一个最谦卑的人 就是这样一个谦卑的小孩 天国是属于他的 他没有福分进入地上玉许的迦南福地 但是绝对是进入了天上永远的福地 安息在天主的怀抱 我们也是在教会里面服务的人 有些人做的事可见度高一点 用世俗的眼光来看是有光彩 但大多数人的工作是在幕后的 默默无人知的 然而所有人的工作都是同样重要 所有人在天主眼中都是同样光荣 教宗 主教 神父 教友 我们都是天主的仆人 我们做好了 做完了天主给我们的工作 我们在世上没有名利 完全没有关系 我们的名字 一定被写在天上的生命册上 小德兰福传之友 用这同样精神期许自己 勉励自己 如果您喜欢小德兰福传之友 曾庆岛神父 读经反省 欢迎您订阅分享 让我们一起努力去浮船 让我们一起努力去浮船